這次珊珊 她送給我 幹嘛 這個送給你 我才不要 送給你這是貝殼山 你還可以再回來嗎 不知道耶 爸爸說我們要幫你吃刀車 離開家很多年了 再度回到這個小時候成長的地方 感覺既熟悉又陌生 我的家鄉 小琉球 每次回來 家鄉都有一些不同的變化 這兩三年 島上的民宿一家接著一家開 連我們家也不例外 你快來了 你沒起來嗎 這還不是 怎樣不錯 我跟你講 這裡是一個充滿文創氣息的玻璃屋 而且你看 那個桌子椅子啊 全部都是我托朋友 從巴黎島寄回來的 然後你看外面那邊 有個庭園式的交易廳 還有你看這個桌子 它是幼木 你看 不是我還抽屁 我跟你講 這個格子 從法國排回來的 對 然後你還寄在海達自由嗎 那以前是放在那個爸爸 他船上那邊 那好像那些石雕也是 托我朋友從那個 巴黎島那邊寄過來的 所以 就其實整個儀式的風格 都一樣喔 你好我叫張大偉 大尾 這麼剛好啊 我叫羅莫啦 他是我妹啊 他叫 丁珊珊 張大偉 你們認識喔 國小同學 國小同學 那你中間有回來過嗎 只回來過一次 可是回來就覺得 小樓球好像跟小時候 不太一樣耶 我 在台北 畢業之後 工作了一年 最近想要回來看看 謝謝 謝謝阿哥 不會喔 還是回來玩喔 浮潛喔 對啊 也想順便回來看一下 這邊海洋富裕的情形 因為我現在讀海洋大學的海生索 然後剛好我的論文主題就是要寫 台灣禁岸的海洋生態富裕 不錯啊 我們老爸是那個老船長退休啦 他老歸老 可是對於那種海洋生態保育的觀念 其實還蠻新的耶 你們有機會可以聊一下 好啊 咦 怎麼老爸呢 老爸啊 剛剛跟漁惠的人去那個大副市民港那邊 阿姨 你看 有蝦雞 有紅澤 有赤西辣 有幫頭 你看 很多 好看 哦 真的耶 怎麼 這樣才好 怎麼沒想到太多了 因為這個環境 跟亞青的環境已經都一樣了 哦 所以 待會兒大隻再放了 對 對 這樣還好 所以我來這裡 自己的環境之後 這裡放出外面的住院就有了 裡面還有之後 這個休閒宜夜也好 這個觀光宜夜也好 都很好的事情 哦 嘿嘿嘿 這還不錯 一定要的是安裝優惠 這幾年 小琉球的變化很大 遊客來了 美食餐廳 咖啡廳 便利商店都來了 嘿 好 昨天 還 echo耶 唯一不變得 就是這股淡淡海風的味道 令人怀念家乡的味道 隔板湾就几年成为热门景点 网友都封它为维尼斯海滩 想不到在这个海域 有这样丰富而美丽的海洋生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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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海人 看天吃飯 看海吃飯 你看看這邊的大土 因為人家說取之不盡 用之不絕 過去想要撩多少 撩多少 後來房檸檬 床檬 撩下去 大隻 水隻都撩 撩到都沒有 海煮完 全部都沒有 我們這個土 自己本身沒有煮完 都看電 所以都摔在本土地 我聽說最近不是有什麼變化嗎 有 有變化 一方面 魚協助 管政府就倒協助 梁翁明溫跟他用的行公所 和魚位都跟魚人合 說 拜託了 千萬不能收入去變成貴魚的狀況 貴魚 對 貴魚就最狙沒魚魚了 三年前 我們收入去是頭一個實施 禁止劉智王作業的地方 不是說有 按這裡去 山海去 不准再幫忙 欸 啊不過 那 那你們這些原本的漁民怎麼辦 現在魚村做的都很中的 很中的喔 當然啦 我跟你說很中的喔 雖然魚好 都比較少 但是介紹好耶 喔 對 我跟你說海骨我都回來了 鞋子也回來了 海豬子也回來了 連我們女兒也回來了 但是你喔 有一句話在你講喔 對 剛才這麼好就好 不能太超過 我體會了一句喔 永續 聽完阿一伯的這番話 我打從心裡由衷的敬佩 眼前這位老漁民的智慧 也讓我對永續漁業 有了更深的體會 啊 生蛋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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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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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頭刀大餐 生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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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哥為什麼叫羅麻啊 因為他以前住過東港鎮渣 然後那時候我阿公叫他養鰻魚 所以同學就叫他羅麻耶 那你咧 你怎麼會叫珊珊 聽說我出生的時候 小琉球全部都是珊瑚蕭 所以我爸就叫我珊珊 你還記得嗎 小的時候小球根本沒有什麼交通船 只有漁船改裝的那種接駁船 好像是耶 國中畢業後我和哥哥啊 就到本島去念書了 後來哥哥東港水產畢業後 就回來幫爸爸的忙 我高中就一直留在台北 那時候接住在親戚家 大學的時候 我一個人搬到板橋去住 之後我都一個人生活 你在寫什麼啊 你還會再回來嗎 一定會的 我一定會再回來找我的山 珊瑚 把手給我 幹嘛 給你一樣東西 原來最美的風景 就在離家鄉最近的地方 就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